到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那这样不就可以自动就完成了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可能需要改第2个地方 哪个地方呢 把这个1也改了 那怎么改 那你要知道那个逻辑 这个逻辑的话就是 所以在for下面按一个Enter 按一个Tab 什么逻辑呢 如果 if 我们现在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重新再run它 如果什么呢 如果目前A1里面是空的 那我这个 这个值就是 这个值就是1 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向下追 这边的话多一个 如果 目前的那个 Range A1这个储存格里面假设是空的 A1 如果这个储存格里面 假如是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就是什么 等于空的 这样写 等于空的,意思是说里面是空的 有没有,现在没有资料 那 空一个 然后 然后呢 Enter两下 我先把结果打 反之的话 是什么 反之就是有资料 那表示已经有下载第一次了 那我再 把end if 先打完 如果呢 假如A1是空的 那我多一个变数 叫r 好了 R值的是我要放在哪一列 也就是说 R 等于1 如果呢 当它里面完全是空的 那我就把这个r里面放1 那再把它放到这边来 反之如果说 但如果说它已经不是空的 不是空,意思是说它已经有下载第一次了 那我这个r等于多少呢 就再帮我向下追踪 加1 向下追踪应该还记得吧 向下追踪的写法就是我从A1向下追踪 所以我这边r等于 这个储存格 向下追踪还记得吧 点end end 这个有讲过吗 end是 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那最下面的话刮虎你跟他讲说上下左右 这个范围的 最下面的话就是xl 前刮虎我跟他讲说向下追踪到那个 最下面 然后点什么呢 点row 意思是说呢 帮我 从A1向下追踪之后 这个是动词 帮我把 点row是说把那个列 点row列 帮我把列的 数字抓回来的意思 所以他抓回来可能是91 因为91我要放 你不能放91 因为91里面有资料 所以要不要 把它加 1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特别注意 这一段 逻辑我们有写过两重逻辑 然后最后的话你就把这个E把它改一下 这个E改成什么呢 改成R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法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 把它delete 掉 然后就把它双印号双印号 移到中间 and and 再移到中间 然后加一个R就可以了 然后并且把这个 控开来 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 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如果你刚刚E已经是在这个字串的最右边的话 其实旁边这边可以不要放这个东西 and空的 因为你发现and空的等于没有啊 所以刚刚的写法 更快的写法 如果 假设说 E已经是在这个字串 的最右边的话 那你其实只要把Edelete掉 移到右边之后 andR就可以了 andR 这样就可以了 就不用像刚刚这个 什么还要 串在中间 不用 你就加一个 字串外面加一个andR 这样的话 意思是把那个R放在 A的后面 他串接完之后 就会是什么 A的第几列的意思 OK 好 程式基本上写完了 那我们来乱乱看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 那我们看 OK 然后把它跑一下 这个有了 对然后 Ctrl向下 他现在是91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跑下一个的话 F8 那我看一下 现在 I等于2 然后 R的话 等于多少 92 有没有 所以如果向下追的话 他就跑到这边的话 抓 抓资料 抓下来会不会是到下面呢 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跑到下面了 那因此类推 我如果全部要下来的话 就不用 中断了 就让他全部跑完了 他就一直闪 表示一闪一下 就是把一页的资料给下载下来 你看瞬间不到一分钟 Ctrl向下 全部下载下来 总共有5133列的资料了 但是呢 现在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其实还没完成 还要再做了 但你已经比那个土白链刚第一步还快了 只是说还没接触 我们可能还要怎么样 把这个日期放在这里 所以怎么把它复制上去 然后再来的话把这两列删掉 有没有 在删掉之前可能还要再删一个东西 因为他每一页上面都有这个多余的 所以可能第一步也许先要把多余的日期列 日期的那一个标题 标题栏 跟标题列把它删掉 然后再去做 刚刚那两个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资料是OK可以用的 还没有 好像还有第四个 哪个呢 这个资料呢 他应该要分开来 可是他却没分开 他在一个 储存隔离 那如果要拿来用 我也没办法分 所以还要再把它 第四个可能还要再把它切开来 当然呢 如果你没有好的方法